欢迎大家收看旅游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阿根廷的足球俱乐部正在抵制私有化 瑞安航空老板在都柏林机场乘客上线上 给爱尔兰部长贴上傻瓜标签 中国、美国航班将增至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据一项研究称 气候变化给美国滑雪产业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减排 最久的空中暴力行为使乘客处于危险之中工会 请大家收看 阿根廷的足球俱乐部正在抵制私有化 经济学人 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呼吁修改该国法律 允许足球俱乐部成为有限公司并吸引私人投资 米莱认为允许俱乐部成为盈利实体 将从投资者那里带来数十亿美元 但他的提议遭到足球协会 俱乐部和球迷的反对 他们担心这些变化会影响俱乐部在当地社区中的角色 还有人担心外国投资者可能会收购俱乐部 并将其用作更有利可图的欧洲联赛的人才培养基地 瑞安航空老板在都柏林机场乘客上线上给爱尔兰部长贴上傻瓜标签 彭博社 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 奥利利·麦克尔·利利批评了爱尔兰交通部长埃蒙 瑞安·英文·Ryan和旅游部长凯瑟琳 马丁·凯芬·马丁·凯芬·马亭 将都柏林机场的乘客上线归咎于他们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声称这阻碍了其增长 奥利利称部长们为笨蛋 并表示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取消上线 他们就应该离开政坛 瑞安航空证实 预计爱尔兰地区机场的客流量将增加 包括科克、香农和诺克 但由于上线 无法在都柏林扩张 中国、美国航班将增至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南华早报 中国民航局已确认 从3月31日起 中美往返客运航班数量 将增加到每周100个 中国民用航空局 CAC的这一互惠政策 是在美国交通部宣布 与中国相同的航班量增长之后采取的 预计航班的增加将促进旅游业 并有助于修复两国之间的商业关系 在大流行之前 来自中国和美国的航空公司 每周总共往返约300次 但在大流行期间 这一数字显得减少 据一项研究称 气候变化给美国滑雪产业 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减排 美联社 一项新研究发现 由于人为气候变化 美国滑雪区在2000年至2019年间 损失了50亿美元 并且根据减排水平的不同 到2050年代 每年可能损失10亿美元 这项研究发表在旅游业的当前问题杂志上 模拟了2000年至2019年间 东北部、中西部、洛基山脉 和太平洋西部地区的平均滑雪季节 如果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下 会是什么样子 研究发现 即使有人工造雪 来弥补自然降雪减少的影响 平均滑雪季节也缩短了5.5到7.1天 最久的空中暴力行为 使乘客处于危险之中工会 BBC 工会Unite警告称 空中暴力事件的增加令人深感担忧 此前有两起事件发生在 从爱丁堡飞往特内里费的瑞安航空航班上 其中一架航班因机上发生斗殴事件 而被迫改道前往葡萄牙 目击者描述参与者的行为为疯狂 并表示他们的行为就像身处另一个星球 瑞安航空已将这两起事件移交给当地警方 旅行专家和工会 对乘客行为表示担忧 一些航空公司将责任归咎于机场 允许乘客在登机前过度饮酒 萨斯喀彻温省政府表示 不会向沃泰华汇缴碳税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该省负责能源事务的部长表示 萨斯喀彻温省的能源公用事业公司 将不会向沃泰华缴纳天然气的联邦碳税 政府承认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之举 并且意识到将会产生后果 类反叛者塞尔吉奥 加西亚必须支付超过100万美元 来拯救他的莱德杯梦想 英国每日电讯 据内部人士透露 西班牙高尔夫球首塞尔吉奥 加西亚需要支付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 才能重新加入欧洲巡回赛 并有资格参加莱德杯 加西亚未能在去年辞职后的11月19日之前 提交重新加入的申请 因此需要支付89万3000英镑 约合120万美元的罚款 并在被允许参加巡回赛比赛之前 服役9周的竞赛期 现年44岁的加西亚是莱德杯历史上 得分最高的球员 并表示希望参加2025年的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最高法院不会审理纽芬兰警官性侵案的上诉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审理2014年 被定罪性侵案的纽芬兰警官卡尔·道格拉斯 斯内尔格罗夫的上诉 这一决定标志着斯内尔格罗夫的上诉途径已经告终 为他服刑突平了道路 这起案件在该省引起了广泛关注 受害者在三次独立审判中作证 讲述了被侵犯的那个晚上 斯内尔格罗夫在2017年经历了一次审判无效 和一次成功的无罪上诉后 于2021年被陪审团判定有罪 他被判处四年监禁 但在最近的这个决定之前一直保释在外 法庭听到斯内尔格罗夫在执勤时将这名女子送回家 并在他找不到钥匙时帮助他进入公寓 古典 爵士和蓝调音乐会宗述 伊沙塔 卡内 梅森 乔恩 巴蒂斯特等等 加拿大环球邮报 多伦多交响乐团将于3月22日 23日和24日与英国钢琴加伊萨塔 卡内 梅森一同演奏谢尔盖 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演出还将包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 边疆航空公司从凤凰城到这个西部游乐场的新直飞航班 如何以19美元的价格飞行 雅虎 边疆航空公司Frontier Airlines宣布了美国各地的17条新直飞航线 包括从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到蒙大拿州米苏拉的航线 每周两次的服务将于5月2日开始 基本票价为单程19美元起 羡慕新加坡的斯威夫特交易将加速邻国的旅游计划 南华早报 新加坡与泰勒、斯威夫特、Kaylor Swift的独家音乐会协议 导致菲律宾立法者要求进行调查 并引发了其他东盟国家的投诉 据报道 根据独家协议 这个城邦向斯威夫特支付了每场演出约280万美元 对所谓的排他性条款的喧嚣 使观察家们认为 新加坡现在在处理国际行为时将更加敏感 Westlife明星因健康问题而退居二线 BBC Westlife的Mark Fitley宣布他将退出乐队 并且由于持续的健康问题 他不会加入他们即将到来的巡演 这位43岁的歌手最近接受了膳气手术 并在2020年8月的COVID封锁期间接受了半血症治疗 FITLEY说 他的膳气手术很成功 但建议他花时间恢复 不要再和Westlife一起巡回演出 乐队目前正在为他们的美国巡演做准备 他们将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和巴西演出 FITLEY向他的乐队成员和支持他的医务人员致敬 继续和你的房地产经纪人分手 彭博社 技术已经颠覆了许多行业 但房地产行业的变化速度较慢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该协会设定了费用条款 并帮助人为的保持高佣金 然而 最近针对NAR的裁决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该裁决指出 卖方不需要向买方的经纪人付款 这可能导致买方自己向经纪人付款 这可能会导致经纪人的工作和资金减少 因为买家可能会选择不将他们用于直接交易 施梅尔策尔抢占汇丰女足早期的领先优势 亨德在新西兰回滚多年 南华早报 在新加坡举行的汇丰女子世界锦标赛第一轮比赛后 莎拉 施梅尔策尔 Saris Melso 在最后三个洞中的两个洞 抓到小鸟后领先一干 这使他领先三干并列第二名 与此同时 斯科特 亨德 Scott Hand 和马修 格里芬 Matthew Griffin 在新西兰公开赛上 打出低于标准干七干的64干后并列领先 这使他们领先八名球员一干 包括本 坎贝尔和 刚恩 查伦库尔 最后 安东尼 今Anthony King 在离开这项运动十多年后 重返职业高尔夫 并在本赛季剩余时间内加入LAGolf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